有沒有可能在這一次 發生的408測試 造成了50條人命的喪失 其實跟人事也有關係 因為這樣子講的原因呢 是其來有自的 因為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所有的人才知道 原來台鐵局的局長 已經懸缺有將近三個月 欸 竟然都沒人 昨天在立法院裡頭 欸 他國民黨立委 鄭立委 他就直接問了這麼一句 他講說 你要知道耶 前一屆的台鐵局局長 他不是突然的離職 也不是突然的被離職 他是因為已經借滿期限 所以呢 他退休 退休這件事情就表示 他是有個期限的嘛 哪一天要退休你知道啊 那在之前 你難道沒有人事的安排布局嗎 昨天就問了說 那你到底什麼時候送了這個 台鐵局長的名單 送了幾次 而這些問題 是不是都有被蘇貞昌給打回票 才會造成現在還空缺 欸 林家榮輕描淡寫的說 我曾經跟政院討論過 但是呢 蘇貞昌對於你提出來的人士 有沒有意見 他沒有答 可是 這也讓大家覺得 是不是有一些些的不好說 為什麼會這樣講 來帶您來看到的是 我們這邊有幾位 這其實呢 都是所謂交通部的龍家班 這裡面有誰呢 有包括了觀光局的副局長 他呢 其實之前是前台中市的水利局長 還有交通部的主任秘書 他之前呢 是台中市的勞工局長 以及前交通部的次長 他是前台中市的建設局長 還有這一位台灣觀光協會的秘書長 他是前台中市的交通局長 有沒有看到 一整排 欸 發現林家榮高深來當交通部長之後 也把他之前在台中市府的這一些人 局處所長 通通帶進了交通部 但也有一個傳聞說 因為帶太多人來了 一時之間呢 甚至還引發了所謂的蘇貞情節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呢 就來看到這一位 這一位是台鐵局的副局長 他叫做馮輝生 其實呢 他是現任的副局長 那個時候啊 人家講說 台鐵局的局長要退休的時候 大家都講 欸 他來這邊也蹲點大概兩年 應該 這又是所謂的嫡系人馬 交通部長的人馬 欸 可能就是他來升任 但是呢 傳說他沒有辦法升上去的原因 是因為 有人在擋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蘇貞昌啊 他先前 在遇到這一位副局長的時候呢 他曾經直接就叮他了 說 你要做什麼工作 就要先把功課做好 還傳出 因為呢 他曾經在 蘇院長下去試詢的時候 欸 在旁邊跟人家搖耳朵 讓蘇院長心情不是太好 所以後來他所謂的 內身局長這個人事令 才會因此而被擋下 一次的台鐵事故 50條人命 讓大家發現 這當中原來可能還牽扯著 民進黨內部的派系鬥爭 甚至有可能因為這樣 而造成無法挽回的遺憾嗎 台鐵七十年來最慘事變 總統出面要百姓相信政府 他要改革台鐵 但這話二零一八年 普悠瑪出軌 死十八人時 總統也講過一遍 網友炮轟 如今又死了五十人 總統卻釋主裝公卿 應該先道歉 你講這個話 我大概已經聽不下去了 因為這些人就是你們害死的 該相信政府能改革嗎 這麼有決心 為什麼三個月來 台鐵連個局長的玄缺 都補不了 幾個月 台鐵局都沒有局長 太離譜了嘛 人最希望為台鐵 找一個最好的局長 除了大事 台鐵連個局長都找不到 綠軍點名 操縱人士的蘇貞昌 應該下台 蘇院長是打死都是賴皮 扒到這個位置 扒到位置不肯下台 他怎麼會那麼愛當官 我昏倒了 看了台灣有這種不要臉的院長 實在讓我非常意外 台鐵七十三年以來最重傷亡 林佳龍扛則請辭 從總統到行政院長 真能裝沒事 他當手指林佳龍做三年同時 他忘記了 另外的四隻手指向他自己 他也做了三年 你要甩鍋給林佳龍 你現在甩鍋給你自己就扛起來嘛 所以蘇貞昌比林佳龍更應該要下台 蘭茵在用一張圖諷刺政壇寫照 一群野心勃勃的猴子搶了台車 卻沒有任何一隻猴子懂得開車 羅志強說這是在諷刺民退黨 網友跟大罵這群猴子胡搞瞎開 台灣最後會被撞成一堆破銅爛鐵 民進黨執政下讓台東人悲痛 自家立委氣到淚崩 現在我們身為執政黨 我們就要全部的單步 選前承諾要給東部民眾安全回家的路 選後東部人卻在出軌陰影下 充滿悲痛 記者董事長進行台北 參報報導 好 現在柯年六給我們董事實際支持 他說死了50人蔡總統 怎麼還不辭職 其實沒有走的心裡頭的創傷更加嚴重 台鐵太魯閣號出軌 虛故現場哀鴻遍夜 宛如人間煉獄 坐在第七車廂的羅家三口 雖然幸運逃了出來 但跨過屍體逃生的震撼 讓他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跨過大體逃生時 只能跟往生者連身說對不起 女兒晚上不敢睡覺 太太則是目睹失手分離的慘況 又吐又哭 羅先生為了老婆女兒 只能強迫自己打起精神 一家人在七號辦理出院 她先帶女兒回北部 繼續上班上學 老婆要追骨折 需要休養三到六個月 目前轉越到衛福部台東醫院 方便台東的親友照顧 另外也有許多家屬 第一時間聯繫不到在火車上的家人 只能透過新聞獲取資訊 那種驚慌失措讓李先生永生難忘 人在廈門的他看到新聞趕緊向公司請假 回台心中的慌張直線飆升 沒想到幫家人搶到車票 竟是噩夢開始 擔心受怕好幾個小時 終於和妻子小孩聯絡上 讓他總算能暫時放下心中的大石 不少人家庭破碎 但看到李一翔直呼自己人生毀了 讓他忍不住也發文痛批 李一翔在現場冷眼旁觀 事後態度處理消極 讓經歷過生離死別的傷者家屬 根本無法接受 記者劉己嬌 蔡宇山花蓮採訪報導 記者 李再下山 記者 李再遞 記者 李再峰 感谢观看